大家好 欢迎各位嘉宾来参加我们的NFT和文化市场沙龙 今天我们请到了上海清帝庞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管贝蒂 咖啡科技CEO石兰 林树科技文理解决方案总监沈文昌沈总 韩州互联网法院越南助理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 互联网法治研究院韩州秘书长世孝祥 世教授 几位我们来一起聊一下有关NFT和文化市场方面的问题 那么下面呢我会先针对每一个嘉宾先一个问题 然后后面有些问题我们是一起探讨 那么首先我来问一下上海清帝庞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管贝蒂 听说青石广城推出了科广元宇宙 而贝蒂呢之前又在数字营销领域深圳多年 能不能请贝蒂介绍一下如何在元宇宙推广数字营销和数字版权相关的产品和服务 贝蒂您说说看 好呀那个我其实是那个准备了一些PPT的 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部分应该是两趴嘛 第一趴是看一下那个元宇宙和现在品牌的数字营销之间的结合 因为这一年左右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了品牌这边的一些个变化 包括是说的话呢我们也做了一些案例 所以的话呢我的第一个部分的话我分享几个案例吧 好非常欢迎 看得见吗 可以了出来了 好的行那个我这边大概有四个案例吧 因为我们我们的话呢就是从创始到现在的话已经快一年了 然后这一年左右的话呢我们事实上就不管是我们跟品牌沟通的时候 还有是说我们自己帮品牌做的一些案例的时候 也看到了这段时间品牌它对于元宇宙营销的一些个 就是他们的一些个变化 以及他们对于元宇宙它和品牌数字营销结合的一些 一些更加深度的一些理解吧 所以的话呢就是我一个个讲这边准备了四个案例 我稍微讲的快一点 第一个案例的话呢其实是我们去年 这个时候开始启动的 然后是年初就是在2022年年初的时候我们落地的 是阿迪达斯和秦甲是当时一个联名的活动 然后这个活动的话呢当时它其实核心的定位是在 文博元宇宙的一个和品牌数字营销的一个结合 然后最终的话呢其实是反馈在 阿迪Club的一些用户的体验营销上面 然后这个项目的话呢当时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结合着天猫年货节然后呢阿迪的Club的会员他但凡是在天猫上面 然后买一样东西然后呢赚一个大赚盘接下去就可以抽奖得到各种各样的东西 然后当时这个项目的话呢应该说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整个的NIP市场和品牌对于NIP的理解应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浅显的 所以当时的话呢就是那次活动品牌它的结合点 其实就是做了一个阿迪的一个限量版的一个联名的收藏一个虚拟手办 然后是这个勤甲式就像左边这个一样 另外的话呢它还定制了一场线上的一个云体验 然后当时这个整个活动的效果的话呢是整个NIP的兑换率达到了70% 然后云体验的满意度的话呢差不多是100% 从这个虚拟手办70%的这个兑换率来讲的话 大家怎么理解呢因为当时的话整个的NIP市场还是比较新的 并且的话呢我们当时针对的那些用户还是对于那个NIP比较浅显理解的那些用户吧 其实它跟我们传统的这个收藏的用户还是不太大的交集 通常像这种用户的话呢 当我们在营销里面给他一些反馈的时候 给他一些那个offer的时候 他们的领取率一般是不会超过30%的 但是当时的话达到了70% 就代表是说这个整个概念 它的那个它的一个新鲜度啊 还有对于品牌啊 对于用户的一些个就是吸引力还是有一点的 然后这里有两个就是当时的一个demo 左边是我们当时的这个三体手办 我给你再看一眼 还是比较精美的 因为它的整个的活化的程度是很高的 好 时间的原因啊 然后右边的话呢 就是我们找了当时特别有名的一个就是兰哲审老师 文物修复专家 然后带用户进行两个小时的云体验 然后反馈非常好 这是第一个案例 第二个案例的话呢 其实是那个 我们当时是林青轩和等什么君的酷狗演唱会 主要的目标呢 其实是通过那个酷狗上面演唱会的形式 帮品牌的天猫店导流 然后这个活动的话呢 其实我们当时是在应该是去年 去年12月份的时候做的吧 然后当时的话呢 就是等什么君他的用户客群的话呢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年轻 我们呢就是在他演唱会的时候 通过那个主持人口播 还有是说我们演唱会挂件的方式 然后让用户 然后在那个一键点击天猫店下单 然后下单的同时他买任何东西 然后就可以同时得到等什么君的一个 数字纪念的视频 然后当时的话400分是秒空的 我们只准备了400分 然后是秒空的 然后整个活动的那个结果的话呢 他直接是天猫旗舰店当时 当天的一个新注册会员 同比是增长的表示 然后这是当时的一个 那个截图 就是直播间的挂件 还有是说我们下单买了一个 就是NFT的产品 然后直接就是获得一个体验桩 而且当时的话呢 因为整个的数藏概念 对于用户来讲还是比较新鲜的 所以的话呢 我们也做了一个简单 一个兑换的一个补充图 然后这是当时那个送的一个 买赠的一个艺人 现场的一个lab的NFT 然后就是 还是比较初级的啊 好 所以这里的话呢 就是第三个 第三个的话呢 其实是我们11月份的时候 刚刚完成的 是智瑞照明 智瑞的话呢 是那个菲利普旗下的一个 就是年轻品牌 然后它是发布那个整个的 照明元宇宙 然后在发布照明元宇宙的时候 它同期发布了 它自己的虚拟数字人的形象 然后在这个活动里面的话呢 NFT扮演的角色其实是帮助品牌 在做APP发布的时候 帮它做它的那个APP的一个引流 并且能够吸引一批种子用户 在它的自由APP上面 能够开始沉淀它的UGC 后续的话呢 能够在自由的APP里面 做一些UGC的一些个 用户的一些运营 所以当时的话呢 我们是19块9的一枚NFT 然后送119元的一个智能的一个灯带 应该说当时的这个激励的力度是非常大的 500份的话是秒空的 然后一下子就沉淀了500个品牌的用户 然后对于这个整个照明行业来讲的话呢 因为照明行业本身相对来说 是比较传统的一个行业 然后对于这个照明行业来讲的话呢 它有这样的一个创新 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动作吧 然后这是当时的一个demo图 然后那个19块9 然后那个领取了之后 直接就可以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NFT OK所以这是第四个案例 第四个案例的话呢 是我们马上就要发布了 这个其实是那个我们预演啊 因为是应该是下周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要上线的一个交运式的 CNY的NFT的小程序 这个项目的话呢 应该说比之前的三个项目来讲的话呢 它整个从NFT它整个的应用 以及NFT对于和品牌营销的一个结合点来讲 它的深入度是更加深入了 所以从整个项目来讲的话呢 首先我们知道说明年那个是兔年嘛 然后的话呢 就是整个的兔迷兔这个IP形象 又是我们轻时换成签约的一个艺术家 它的一个自由的一个IP形象 然后我们的话呢 就请这位艺术家帮品牌 帮那个交运师定制了几个定制化的一个兔子的形象 然后呢 每一个兔子其实都是品牌自由的一个 独一无二的一个产品的核心配方 比如说就是有那个姜黄兔 然后遇见美好 比如说有大蕉果 有复活草 有枸杞果 有起荣草 可可树 蜘蛛果和猫躯草 每一个形象其实都是定制的 而且呢 每一个形象其实都讲的是一个品牌 它的那个双翠这款产品里面 独一无二的一个元素 从这个形象设计 以及这个形象和品牌 它的自己想传达的一些个品牌核心卖点的结合来讲的话呢 应该是非常深入的 而且的话呢 就是我们又应用了一些抽盲和合成的一些方法 用户它一旦合成之后的话呢 它其实获得的是一个隐藏款的一个双翠金兔 并且这个双翠金兔的话呢 我们既有一个NFT的形式 还有线下的实体 这个实体其实就是一个30公分大的一个实体的一个黄金的一个图子 价值差不多好几千块 对 然后这是一个大概的用户流程的那个 一个demo图吧 就是品牌 用户我今天是用AR扫一扫的方式 是可以换起我们这个整个双翠洗净的一个小程序 然后呢 授权绑定注册了之后 就可以在线上去玩 它所有的抽盲和抽数字藏品 然后及新年祝福的这样一个活动 然后呢抽取的这个活动可以得到各种各样的领域 包括是说有数字藏品 有小样 然后呢还有一些祝福的一些海报 然后最后的话呢 就是我每一个offer又可以触发到不一样的用户的行为 比如说它可以线上进行AI的创意合成照片 比如说它可以去线下专柜 然后去领取或者是买东西 然后另外的话呢 它还可以线上去分享朋友去多一次的这个获奖机会 从这个整个的就是第四个案例呢 就是是我们最近刚刚做的 所以从第四个案例来讲的话呢 我们再回溯前面的这三个案例 我们就可以感觉到说 其实今天我们的品牌在看NFT和元宇宙的时候 他们对于这个NFT的一些个理解 以及他们跟品牌营销的一些结合的深度和广度 其实一直都在进行 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那个 我们品牌营销方面的一个案例 好 行 我要不要先评 好 我刚才看了一下 就是我觉得有三个留下印象很深啊 它这个产品设计非常独到 而且个个都非常精美 这让我感觉就非常亲切 不会说那种干巴巴的 还有一个呢 它这个NFT啊 它这个NFT就是它会联系到很多权益 我发现这是我们小贝介绍这几个案例 它都有这个特点 而且还有呢就是说它这个各行各业都有 有这个照明的 也有化妆的对吧 还有一些其他的 就基本上可以说这个适用性还是很强的 那么我想多问一句啊 就是说未来 这个您在未来就咱们这个亲密庞石 在继续做这个NFT文化市场的时候 觉得下一步应该总结经验的话 应该继续往哪边努力 或者说您的一个心得体会 简单的给我们大家说说 我自己觉得呢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在创办亲壁盘式这家公司的时候 包括是说我们创立那个亲蚀换成元宇宙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对于公司的核心定位 就是希望能够赋能实体的 然后这个赋能实体的话呢 比较多的就是代表的是说 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包括我自己的那个 我们核心创始团队吧 基本上全部都是从品牌内出来的 所以的话呢我们是非常愿意 并且是呢也非常坚定的认为说 就是NFT它在品牌营销和品牌 甚至于是说品牌的一些深度的 就是用户运营和赋能实体之间 它的那个潜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条路 我们肯定会继续走下去 对就是服务于数据营销 数据品牌服务 我觉得这个还有很大的空间 而且也容易跟这个实体经济身结合 我觉得启发非常好 好的 然后我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刚刚讲到嘛 一开始开篇就讲说其实是轻视换成元宇宙嘛 所以说呢我在花个五分钟时间吧 把轻视换成元宇宙我们这一年以来 我们的这个工作 然后跟各位也简单分享一下 因为其实我们有很多品牌营销的案例 它其实都是从轻视换成的元宇宙里面抽象出来的 而且我们轻视换成元宇宙的话呢 本身也会不断不断的去迭代 非常好 看得见吗 看得见 OK好 这个我讲的快一点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技术基座 然后的话呢 就是这是我们自有的一个轻视换成西端社区的一个概况 然后呢 从这个西端社区的话呢 我们主要有那个五大核心功能模块吧 第一个模块是会员管理 然后第二个模块的话呢 其实是会员的一个积分体系 第三是那个元宇宙的社交体验 包括是2D 3D和AIGC的相关的一些个就是体验 第四个板块的话呢 是我们整个的电商服务 然后就是围绕着NIP和尸体的电商 我们做了一些深度的结合 然后第五的话呢 其实就是一些个就是更加深度的一些 UGC的一些个内容沉淀 以及一些社区的交流 会员管理的话呢 就是我们有裂变引流的核心功能 包括是说用户拉新 然后基于拉新之后的话呢 我沉淀在我们的那个H5上面 可以做实名的认证 然后做一些互动答题 然后看科普视频 邀请好友去做一些裂变 然后从那个积分体系里面来讲的话呢 就是我们开放了能量值的兑换 然后包括是说兑换实体 虚拟的一些数字藏品 以及兑换一些实体的一些会员权益 包括是说以鉴定制柔性供应链的一些产品 然后2D版的艺术家的主题馆的话呢 就是我们目前是开放就是C2C的 就是我用户是可以自己建立一个 自己的一个个人主题馆 然后这个主题馆的话 它可以有交互 也可以去上下架一些个NFT 然后3D版的VIP现实体验馆的话呢 就是它既可以既是3D版的 而且的话呢它可以去选择一些虚拟身份 然后在这个虚拟空间里面做一些简单的一些社交的一些交互 然后我们9月份的时候的话呢 还和那个科技馆一起做了一个AI绘画的一个项目 然后用户的话呢可以在线下报名活动 然后扫二维码之后线上就可以体验所有的AI作画 然后呢它今天那个参与的这个AI的机器人设计师 还可以参加一些评选 并且呢这个评选的作品还可以变成NFT 或者是一件定制虚拟的一些产品 变成一个实物寄给用户 然后AI也可以开放一些写诗的功能 就是这是我们的一个会写诗的兰语 然后呢我今天输入一些关键词 然后就可以由AI小兵 然后自动生成一首诗 然后这个诗还可以跟话做一些结合 然后产生一件新的产品 然后呢AI体验 就是当用户他在他自己的那个个人账户里面 有一些那个NFT之后 或者说一些 一些那个3D版本的一些形象之后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结合一些线下的实景 做一些结合 然后包括是说做一些AI的体验和一些AI的打赛 然后呢整个的电商服务的话呢 我们包括了数字产品的发行 然后配置产品的介绍 然后空头以及产品的一些合成玩法 变成一个新的NFT 然后那个从整个的这个产品展示来讲的话呢 我们既可以支持平面的 然后3D版本的 还可以支持一些个视频的版本 就刚看过了 然后那个2D动画版本的 然后是可以点击放下放大 然后收缩的 3D的异形象架版本的 3D的AR实景 那个实景可以做交互的 然后更多的一些藏品的项目的话呢 这是我们今年到现在做的一部分吧 包括是说我的免疫屏障的项目 然后冬奥小唐的项目 漫天雪花的一个水晶球的项目 以及兔米兔的一个版权品的一个项目 然后在社区部分的话呢 就是用户可以发帖 然后呢可以聊天 然后点赞可以投票 然后更多的话呢 就是我们还会定期的 去做一些那个社区的一些活动 包括是说一些公益的大的宣发 然后用户的一些大赛 或者是说做一些留言啊什么的 UGC的内容沉淀 也会结合一些大赛啊 和用户的一些个 就是虚实结合的一些玩法 然后呢在平台上面沉淀大量的UGC 然后那个 因为我们本身那个 每一个每一个版本的系列 我们每一个版权品 或者说我们的一些个 就是艺术家系列 然后他们本身也会有 自己的一些社群的粉丝 所以的话呢 在我们的那个社区里面 也会开放一些个 就是用户的一些社区 IP的社区 然后用户可以在这个社区里面 进行聊天 然后创造一些新的产品 这是AI大赛 然后这个创造的一些新的产品的话呢 其实本质上就是我们下一步 也会推进的就是版权链 我们目前的话呢 再跟林树科技一起去做一些版权链的 一些个开发 也就是说用户可以在平台上面 产生一些新的版权品 然后呢产生了这个版权之后的话呢 他们自己也可以进行一些 C2C的一些个流通和交互 好 讲完 我看了一下这个已经有初步具有这个游宇宙的几个特性 就是我们讲这个Roblox 他不是讲到游宇宙最起码有四个特性 这个数字身份 这个社交 经济 活动 还有文明 我看到这里面有电商 也有社交 对吧 还有一些各种背景的体验 我首先想问一下 就是刚才之前你介绍的这个四个案例 就咱们发现的这个输入产品 是不是都是基于在这个元宇宙里面 作为一个环境 还是说作为一个空间 还是说是相对独立的 都是相对独立的 因为我们自己觉得呢 首先元宇宙它其实是一个用户圈层 然后我今天以不同的主题和不同的兴趣爱好 然后首先的话呢 用户会变成不一样的圈子 然后在这个圈子里面的话呢 我既可能是有空间 也有可能只是一个二地的社区 这都是有可能的 然后这是元宇宙的一个重型 然后呢 就是因为结合一些技术的一些个就是方式吧 然后宇宙跟元宇宙跟元宇宙之间的话 其实还是可以互通的 也就是说我今天在元宇宙身份里面的话呢 就是元宇宙空间里面的话呢 不同的用户 它其实可以有不同的标签 它也可以隶属于不同的社区和元宇宙 然后在特定的情况下 他们也可以换一个新的身份 到新的宇宙空间里面 有一些新的朋友 然后也可以进行新的交互 这是我自己的理解 就整个元宇宙里面 它这个共识是根据我们这个一个个的项目 来产生一个社区共识 然后整个这个这个元宇宙里面 它会产生一个大的一个共识 我们这个背景是以科广还是为为科广服务 还是还是以为艺术家服务 还是说有没有这么一个轮廓 或者说或者说目前就没有 我只是问问 我觉得还是圈子 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也在开放不同的圈子 然后你刚就是刚刚那个张老师有看到 其实我们品牌有品牌的圈子 对吧 就是比如说我们阿迪达斯的话 它其实是一些潮人圈 比如说那个我们的科幻社区的话 它其实是一些科幻爱好者的圈子 然后呢我们自己有一些艺术家的 就是兔迷兔 兔迷兔本身它吸引了一些艺术家周边的粉丝 这个其实就是喜欢兔迷兔 这一个IP形象的这个用户的圈子 然后当我们这些圈子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说它会继承一个新的宇宙形态 对相互之间会互相影响 是 对对对 非常好 就是我刚才我还听到您提到了 就是说未来用户之间还可以通过产生内容 来进行一些交互 或者进行一些交易 这个我觉得就基本上按照我们很多人的理解 就是元宇宙未来成为我们的精神家园 这个各种活动都可以在里面做 我觉得基本上雏形已经有了 还在探 好的 讲的讲的非常好啊 嗯 好的 其他家伙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问小贝的 我如果有的话可以交流一下 我来问一个技术问题啊 就是向你学习啊 就是你前面介绍这些真的让我就是大开眼睛啊 就是想象力非常丰富 而且能够这个实现在具体的应用场景和商业场景当中 那么我有个技术问题就是说 你前面提到的这些NFT的各种应用 在技术上面的话 你是通过这个什么技术实现的 比方说啊你的区块链那个NFT的话区块链用的是什么链呢 然后他交易的时候或者转让的时候 这个前面您提到的那些虚拟形象啊 还有美术作品那些啊 那么他是数字文件 你前面也提到他有些跟实体是结合的吗 但是有些数字文件的话 你说他买去之后 这个买家买了这个 比如说那个玩偶的一个NFT藏品 那么你给他的是什么权利 他到底买到了什么 这两个问题其实啊 一个的话就是从技术角度来讲的话 那个区块链用的是什么链呢 然后第二的话就是 那个所有的数字藏品 这些数字文件的话 他是跟区块链是不是两个网络啊 那第二个问题的话 就是其实不是技术问题了 就是这个买家 他到底买到的是什么东西 你是卖什么东西给他了 OK好的 那个技术的部分 我试着回答一下 因为正好那个 林树科技的那个神总也在嘛 林树也是我们技术板块的 合作方之一 然后就是我先讲一下 我们整个那个社区的 就是包括是说我们所有客户 他的那个技术部分 我们的核心设计 我们是分成前中后台的 然后我今天的那个所有的链 其实是我的那个底层 然后我现在底层的话呢 它其实是通过API接口的方式 跟我们的那个中台 这些一些那个打通的 然后我今天在中台层面的话呢 我是可以实现 我所有的那个产品的 产品的那个展示 然后呢 就是我现在的那个转正 包括是说我的合成 全部都是在中台发生的 然后前台其实就是我今天 帮用户定制的一个就是前端页面 交运师就是交运师的前台 然后呢 轻视换成就是轻视换成的前台 这样的前中后台的设计的话呢 可以帮助我们比较灵活的去说 我今天既可以基于一些个 不同的品牌生态吧 然后我可以对接不同的链 目前的话呢 我们轻视换成的技术的话呢 已经可以支持那个所有 基本上主流的一些个联盟链 和那个其实公链也是可以开放的 我们现在常用的链的话呢 是有两个 然后灵数就是启动的一个 是我们的链合作伙伴 所以这个是我们所有跟那个 就是技术相关的一个设计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刚刚那个副总说的 就是这个问题其实还挺大的 我回答的不是很专业啊 就是因为那个版权这部分的话呢 尤其是区块链 它今天在版权确权方面的一些应用 我觉得大家也都在探索 和那个不断的在学习中 然后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核心 就是我们的藏品吧 基本上主流的是两种 第一种是数字藏品 数字藏品的话呢 就是我今天同一个图片吧 然后呢我今天是通过编号的不同 然后我今天是有n多件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版权品 版权品的话呢 就刚刚我们在有个案例里面讲的 那个to me too 它其实就是一图一版权 每一个就只有一个的 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去界定 我们今天不同的用户 他拿到的这一个 这个藏品吧 或者是说这个nft nfc也好 然后他最终的这个 这个权利的归属的 然后如果说他今天买到的这个nfc 他本身是有数字藏品的话 那么今天他其实拥有的是 他所有的这一个编号 编号产品的这个 线上的所有权 然后这是我们现在的理解 然后呢他其实是 我觉得是比较早一点的时候 大家在nft或者是nfc上面的一些应用吧 然后呢我们最近的就是版权品 就是to me too这个版权品的话呢 就是刚刚就是几位嘉宾可以看到 我们在我们的那个轻石换成里面 也开放了一些个就是版权品的一些应用 也就是说因为用户他买到的是 这一个to me too的一个全版权 也就是说我今天买的这个藏品 我既可以把它印在一件T恤上 我也可以把它印在一个杯子上 然后他今天是可以直接在线上 一键下单把这张图变成一个杯子 然后直接就是快递到他家的 所以我们是用这个去分割我们不一样的 这个这个线上nfc的一个属性 以及的话呢我们也在结合一些实体的应用 帮助我们的用户更好地去理解 其实藏品跟那个版权品其实是不一样的 我看到神总 那这样我们就这个呢先告一段落 这个我们小辈也介绍了比较全面 刚才也进行一些互动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下一位 就是咖啡科技的CEO石总 拦截在NFT和元宇宙领域属于比较早的 最早开始深耕的开拓者 能否请拦截来介绍一下NFT 未来在文化领域的应用前景 蓝姐有请 好的谢谢张律师 其实不管是在海外还是在中国 我们看到NFT最早的应用领域 都是跟文化娱乐这些产业相关的 所以我们也特别看好NFT在文化领域的应用 我们主要是看好几个方向吧 一个方向是在 比如说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 包括文博 怎么跟这些数字技术相结合 能够更好的破圈 不管是面向年轻人 下一代未来的Z世代 还是面向国际社区 可以跟更广泛的用户产生连接 这是一个很大的方向 第二个文化领域 我们是看到在 就是年轻人很喜欢的 比如说草丸啊 果草啊 还有动漫啊 这些领域呢 其实由于NFT和区块链技术的加持 它也可以产生出非常多创新的玩法 不仅仅是有盲盒 合成 这些大家比较熟悉的玩法 更重要的是它可以NFT作为原宇宙的一个经济基础建设的基石 也是未来的数字资产的基石 它其实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去构建 未来在原宇宙世界中间 我们所拥有的这些人物厂 所以那个年轻人在这个未来的原宇宙世界中 他当构建自己的数字空间 建立构自己的精神家园的时候 他必然需要很多内容 需要很多物品去承载他的精神和理想 那这一部分文化内容也是完全可以跟NFT结合在一起的 这是我们第二个很看好的方向 第三个我们非常看好的方向 也跟现在很火的这个词 就是AIGC 人工智能创造内容是有紧密的关系的 从PGC专业人士创造内容 到UGC用户创造内容 再到AIGC人工智能创造内容 我们其实是经历了整个生产效率和生产关系 巨大的一个变迁 原宇宙的世界是非常非常的广大 有一句话说 在原宇宙的世界中间 唯一的局限只有你的想象力 因为我们现实世界的这些 重力物理条件的约束 肉体 包括土地资源 在原宇宙世界中都不再是局限了 那么我们当在原宇宙世界中间 可以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又有人工智能 这样的一些生产力促进的工具 帮助我们创造更多内容的时候 我们应该去构建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我们应该为那个世界构建内容 创造一些什么样的边界和规则 那这个也是我们在看NFT跟文化原宇宙 相结合中间 我们觉得非常有机会 同时也是大家需要很注意的一个方向 那当然我知道有很多 就是如果比较广义的来看文化原宇宙的话 也包括文旅 所以整个从20年到现在 疫情三年 由于大家线下出行的不方便 很多文旅行业是受到了重大的打击 那么大家也希望能够通过 更加有沉浸感的线上和线下 相融合的方式 能够突破这种物理的空间的局限 哪怕是在出行受到限制 或者是我们可以受到 更多的触达到更多的人群的这种条件之下 我们可以把文旅行业带来一个新的复苏和新的创新 那这些都是我们非常看好的领域 然后我们现在也看到NFT数字产品 在中国市场的发展 它是经历了一个非常快速达到巅峰 然后又非常快速的冷下来 这样的一个像过山车一样的发展 那么到了2022年的年底 这个过去一年多 其实已经快速的走过了一轮高峰和低谷 那我也想说到明年在下一次的发展中间 如果大家真的要去构建一些 有长期发展潜力的话 文化领域无疑是大家最值得关注的方向之一 我的分享就这些 谢谢张律师 好的 蓝姐分享得非常好 文化 文博 文旅 文化资源是非常丰富 场景非常多 而且我们现在做了很多 感觉还是刚刚开始 非常有启发 后面我们再进行相互交流 那么我们看下一位 请林树科技文旅解决方案总监 沈总 沈文昌 沈总 随着区块链技术的不断深入和推广 应用场景也越来越多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版权链的应用 现在大家谈的比较多 我们想问一下林树科技沈总 区块链和NFT 在版权链和文化交易市场这个角度而言 是不是一回事 NFT相比普通的区块链技术 它的独特性到底在哪里 来 沈总 好的 谢谢张律师 这样我也投一个评 刚才主持人的问题其实是分成两块 一个是我们区块链底层技术和NFT之间的关系 那么第二个是我们的版权链 就是我们以区块链去服务版权的时候 那么它和版权交易市场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在这样的一个讲述过程当中 我会对这个两个问题进行一个解释 那么首先呢 我把这个元宇宙从技术层面 分成了井人物这三个层次 那么分别呢 对应的一些相应的技术 包括像我们为了更好的去还原这些实景 去通过游戏引擎 AR VR等等技术 来实现这样的一些虚拟场景和数字软身 等等的诉求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通过AI脑机接口等等技术 让我们有一个在虚拟世界里面有一个虚拟形象 形成一个虚拟人等等这样的一个技术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物或者叫做这个生产关系 或者是经济关系 那么就需要通过区块链物联网等等技术 然后把这些物转化为FT NFT或者是我们现在说NFR等等这样的一些数字资产 来为这个数字世界 元宇宙提供这样一个经济基础的一个支撑 那么这里就提到就是区块链和我们说现在常说的这个NFT的这个关系 那么其实NFT呢 它是一个区块链上流通的一个权益凭证的一个形式 一个栽体 那么它的一个翻译是非同质化的一个通证 就是NFT T是Token通证 那么NFR呢 就是非同质化的一个权益 反正这两个呢 其实只是字面上 我认为只是字面上不同 实际上其实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东西 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区块链发展的过程当中 原来从比特币到以太坊 他们是属于FT 属于同质化的这样的一些通证 到现在的NFT就是非同质化的通证 就是因为在这个数字资产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它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 就是货币它是一种资产 或者是这个像比特币 它其实是一种虚拟货币 它也是一种资产 数字人民币它也是一种 但是不管是比特币 数字人民币也好 它其实本质上是同质化的资产 是FT 就是一个比特币和另外一个比特币 它没有一个区别 那么NFT它的本质是 每一个资产都有它独立的一个特性 所以叫做非同质化的一个资产和通证 那么比如说在文化领域的应用当中 每一个不同编号的影像影视作品 或者是我们说这个前排的票 一张门票的前排座位和一张门票的后排座位 或者说是这个街区的房产证和那个街区的房产证 那这些不同的资产权益都是NFT非同质化的 它有自己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权益的指代 所以说NFT在文化领域就通过这样的一个技术就结合的非常深 那么刚才其实我说了非常多的这样一个资产的形态 但实际上知识产权或者说再这个细一点 我们叫做这个版权或者数字版权是NFT的一个表现形式 或者是一个承载的一个形态 那么当NFT承载这个叫做数字版权的时候 那么它就形成了对可以对这个数字版权形成一套 这样的一个确权维权和交易的一套服务的体系 这个就是我们说区块链在这个数字版权里面的 为什么会应用到数字版权这个领域的这么一套背景 那么第二个就是区块链服务数字版权 其实也是确确实实能解决原来的版权服务的一些问题 包括就是它的这个确权的问题 维权的问题和后面的一个交易授权的一些问题 那么从确权来说 就是传统的版权服务 它其实还是靠人工审核的这么一个状态 通常来说都会通过一个完整的一个作品的形态 然后到版权去进行一个相应的登记 然后再完成这么一个登记 那么它有一个时间成本和一个人工的成本 虽然说现在国家其实对这个版权的一个登记和服务 已经相应的这个费用已经非常低了 但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 而现在就是随着互联网的 就是数字内容的一个不断的爆炸式的发展 有大量的那种半成品的这个作品 或者是有大量的短视频 有大量的那种这个故事的一些梗概等等 随手的我一个私人一个个人随手拍的一些作品 其实它都可以通过这样技术的手段进行一个版权的保护 而可能传统的方式很难对这类的就是大量的这种 这种即时性的这些这个叫数字内容 这些一个有效的版权保护 所以说区块链在里面就充当了一个数据存证的 这么一个高效存证的一个作用 它可以做到即时的确权 以及低成本的这么一个数据的证明 确权的一个证明 那么第二个是维权的问题 那么当我的这个未来去发生一些这个侵权事件的时候 当然这个维权也会结合到一些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这个爬虫技术等等 我去扫描整个网上是否有我相应的当时的一些版权的作品 这些其他的技术的结合 那么当发生有侵权行动的时候 我可以在链上进行相应的存证信息的比对 就是说我这边是最原始的一个权益方 而它这边形成了一个确权 而在我的链上没有相应的授权信息的话 那么它就构成了侵权 那么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非常低成本的一个维权的一个功能 那么第三个就是一个版权交易授权的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传统的这个版权授权的一个服务过程当中 其实会有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版权的所有方在经过一些比如说一些代理人 经纪人等等的一些多方多轮多层的这样的授权的之后 我自己可能也搞不清楚这个版权 这个版权到底给了谁 到底是通过哪个代理方授权给了哪家公司 其实还出现了一些乌龙事件 就是说我看到这个是侵权了 我去告他结果发现是我的一个代理公司给他授的权 那么所以说就是通过区块链能够很好的去把这个整个版权授权使用的过程 来进行一个全程的一个跟踪 来降低我这个整个的授权的这么一个交易的一个成本 和我后续的一些问题 就是避免后续的一些问题 那么这就是我们认为就是区块链在版权的领域 非常有优势的一个地方 那么其实最后我也是想说一下 就是说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区块链的版权链 可能和我们的文化版权的这样一个交易市场 可能会存在的一些关系 其实版权的交易它一直都是存在的 就是包括现在的 不管是官方推出的就是政府推出的一些版权的一些交易平台也好 还是一些像世界中国一些图片的网站公司也好 那么它其实本质上也是一个版权交易的这么一个平台 但是我们认为区块链实际上是可以 因为区块链的这样的刚才说的这些特性 它可以为这种大量的零散的这种互联网的版权提供更好的一个服务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的就是版权交易的市场 认为更多的 现在已经达到了这么一个万亿级的一个市场规模 但是更多的还是属于批发性批发性质的 就是有一些这种电影的版权 那么它可能就不需要用区块链这样的技术 它其实一年也没有几部电影 一些大量的网络视频等等 其实目前的交易通过这种中间的这种平台 它是一种批发式的 比如说某公司它就把它拥有的一些版权批量的卖给了抖音 卖给了这些创作者 那么由抖音来进行支付 那么但我相信未来的版权服务 更多的可能会是零售式的 或者是真正的面向我们的版权的一个创作者和生产方 如果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的话 那么我相信就是区块链会成为 就是未来版权市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和工具 那么能够更好的就是为中国的版权保护 整个的版权市场和文化这样的一个内容的 数字内容的这么一个发展提供有力的一个支撑 好的我的分享就这些 好的 沈总讲得特别好 讲到区块链它能够为零售提供更多的一个技术支持 现在我们大部分都是投币的 通过大的平台大的企业来进行交易 那么个人在里面起的作用 或者说获得的权益就相对来说就比较难了 就是这种你个人和个人之间要去交易 在现有的这个模式下还是比较困难的 未来区块链如果确权啊维权啊 包括这个授权啊 如果是真正能够做到位的话 应该是可以通过NFT的形式来进行一个非常便捷的 低价值的高频的进行交易啊 非常好啊 好的 那么我们有请我们施教授啊 施教授已经听了很多时间了啊 我们能不能请施教授跟我们科普一下 通过NFT技术 为数字资产确权 从法律角度来看是否可行 数字版权是否有NFT确权就可以了 还需要在版权局申请注册权吗 或者说去进行登记吗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好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啊 这个答案是很明确的 它肯定是可以的 并且它所可以能够做的和实现的远远不止确权 怎么说呢 第一呢 它不仅可以实现确权 它还可以实现版权的它的商业化利用 或者版权的利用 也就是版权交易 刚刚沈总啊 和前面呢 我们的管总已经很好的介绍了 他在实践当中 他的应用场景 他是如何能够实现的 第二点 NFT技术不仅仅能够实现版权作品的确权 它以后可能还可以有更广大的应用场景 就是说 它NFT应用于作品和数字藏品 它仅仅是NFT 它应用的一个 在我理解只是一个前奏 在未来的话 它有更广阔的场景 不仅是数字作品 而是不仅报数字作品之外的 其他很多数字文件 以数字形式存在的东西 这些东西包括比如 比方说 这个以内容价值就是这种作品 还有现在讲的数据 数据作为生产要素 这个数据的交易和权数的确权 以及其他的这个虚拟财产的交易等等 未来可能都会 这个NFT它都会有很 在这方面都可以有大有作为 在我看来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NFT技术和相关的这个智能合约 以及区块链技术 它解决了两个现实世界的痛点 这两个痛点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我们先说版权 版权的痛点是什么 因为自从博尔尼公约之后 现代的版权制度 它叫什么 它版权是自动获得 它不需要像专利一样去登记 转让也不需要登记 就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 这个版权 这个作品上的版权到底是谁的 它无处可查 没有一个权威的中央登记机构可查 不像房地产土地所有权谁的 它有个中央登记机构 这可以很明确的 可以公众可以获取这个信息 那么获取这个信息 作用在哪里 它有利于保障交易安全 但是版权 所有的全世界现在的版权制度 它是自动获得的 没有这个登记要求 我们国家有这个所谓的版权登记 它是一个自愿登记 全世界都是自愿登记制度 自愿登记 它仅仅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初步的一个权属证明 它只是一个初步的 这个登记的话 可能你随其他人 任何人都可以拿一个 不是自个的作品拿去登记的 没问题的 它只是行事审查 那你登记出来这个 拿到一张这个版权登记证 也不能够就肯定说 这个版权就是你的 所以它只是一个初步的证据 它可以有其他的这个证据可以推翻的 所以的话 这个版权 现代意义上的版权制度 虽然说自动保护原则呢 给作者权力保护带来一定的这个方便 但是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不方便 这是第一个版权制度本身的这个痛点啊 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传统就现在的互联网 它有个什么痛点呢 就是说互联网上所有的这些传播的这些数字文件 到底是谁的数字文件 你是搞不清楚的 你跟谁在交流 你是搞不清楚的 对面就是以前 老早以前web1.0的时候就说 对面可能是只猫十只狗 在跟你聊天 你都不知道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你在互联网上面和这个 或者现实当中版权作品 你创的这个拿出一个作品来 那么或者说互联网上拿出一个数字文件来 这个数字文件是不是最原始的 它是不能够确定的 也就是说呢 它是这个内容啊 尤其在互联网环境下数字文件 它这个内容 它没法这个有一个信任问题 就是说 这个内容是可被篡改的 在现代的这个web1.0 web2.0也好 它是中央存储的 这么一个集中存储的 这么一个互联网架构下面 这个数字文件 它是可以随时被篡改的 谁是享有这个访问权 控制权 它就可以可读写 可去篡改的 那么但是呢 这就这两个版权制度 加上整个现代互联网的架构 就带来了 我们在互联网上进行数字贸易的带来 数字商品交易啊 它带来的这么一个这个痛点 那么这个版权的交易 它不仅是互联网 它在现代版权制度确立之后 就有这个问题 但是NFT技术刚刚的应用可以看到 它恰恰是可以解决这些痛点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呢 这个NFT它为什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NFT的话 可能我们前面 沈总介绍啊 这个它某种意义上来讲啊 它是一个约定的权益凭证 这个约定的权益凭证上就是说 我们约定清楚 这上面这个凭证上记录的 是什么内容 对象是什么 这个权力内容是什么 然后归属于谁 这个这是个这个凭证 再没有这个记录的凭证呢 它不是一个法定凭证 比方咱们婚姻登记证啊 房产证啊 这种法定凭证 股票啊 这陈德这登记凭证 法定凭证 像我们这个约定权益凭证 约定权益凭证 只要它约定内容 它不违反法 不违反这个这个 公序两俗 这些情况 它就法院就会认定 它是有效的 当然了 同时要保证 它是真实意思的表示 所以说 这个约定权益凭证 本身的有效性啊 在我们现在法院司法时间当中 是有效性是没有问题的啊 就是当然满足我前面所说的 这个条件的情况下 但现在呢 给我们法院带来了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包括我刚开始 为什么问我们这个管总 这个问题啊 就是你这个权益凭证上面 它所实现确权 确定到底是什么权 它到底是什么权益的凭证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这个问号呢 就是刚刚我们这个 石总也介绍的国外这个NFT 一开始用的时候 都是这个文化领域数字产品啊 这些通过这种方式去 去网上销售NFT藏品 但是这个给市场也好 给买售者还有个法律学者带来的问题就是 他卖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你卖给他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然后他买到的又是什么东西 刚刚我问那个管总那个问题 观众说比方说以那个玩偶 他说那个玩偶也好 还有那个动漫形象 他可以自动 全版权都给他的 那么他是可以打印在一个杯子上啊 或者打印在自己的地狱山上 那么现在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如果是全版权都是给他的话 那么他可不可以 我自个生产一个 一万个杯子啊 就把这个玩偶 这个美术形象 动漫形象印在上面 我拿去销售呢 我可不可以用这个美术形象 我自个画了个漫画呢 所以他那个版权约定 其实是我根据 至少根据刚才那个回答 其实那个版权约定是不清楚的 当然我因为仅仅时间有限啊 可能他本身那个交易上面 网页上面可能写清楚了一些限制啊 但是根据刚刚那个描述的话 是有这个问题的啊 那么就是到底你买到的是什么东西 有些人认为呢 买到的就是NFT啊 他这个NFT 它就存储在区块链上的 这么一很小的一个数据啊 一块数据这么一点数据 还是说NFT买到对应呢 是NFT所对应的一个数字文件 因为NFT数字藏品 大家应该有个基本的这个技术认知 就是NFT数字藏品 所谓的NFT权益 这个非同质化权益评证 它只是一个权益凭证 它不是NFT权益评证 所指向的那个数字文件 也就是说你获得的这个数字文件 它是可能是存储在另外某个地方的 这是一种典型的应用场景 对吧就是说你的数字文件肯定存储在某个互联网上面 你买去之后 然后买家呢可以通过这个互联网访问那个存储在互联网上那个数字文件 但是也有其他的应用场景 刚刚也介绍了我们馆总也介绍这些问题 就是说它可能对应的是线下的一个实体 一个雕塑也可能是其他的这个数字文件 但是我没有存储在互联网上 你可能事后我再把U盘可能是寄一个U盘给你给你一个复制件 但是可能最主要的应用啊 还是通过这个存储在一个互联网上面 然后买家买到这个NFT之后呢 自动的这个NFT的话除了这个这个权益凭证 它跟我们其他的这个权益凭证比方说这个股权啊 或者说咱们合同写一个白纸黑字 说这个东西归你了 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婚姻登记症这种 这些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个权益凭证啊 它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它就是这个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下 它跟区块链和聚等合约结合起来之后 它是可自动执行的 就是说它可以实现自动执行至少 对吧 也就是说呢你买去这个数字藏品的数字文件之后 然后你自动的 然后你在满足一定交易条件下 自动的你买家就可以获得在网上某个 存储在某个地方的一个数字文件的访问权 你甚至可以设置 比方你可以下载几次 你甚至可以下载的时候 我是不是只能够在线浏览 不能下载等等 它也就是说这个数字权益凭证的转内容 上面记载的所有权的转让和它对应所指向的 至少在数字条件下互入这个环境下 那个数字文件的控制权的转让是可以同步进行的 这就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 带来很多给法律 包括像法律学者带来困惑 就是说这是不是就一个数字商品的交易 这就使得数字商品的交易成为可能 你买的是个什么呢 就是那个数字商品 但是数字商品是个什么东西 说数字商品的所有权 数字商品是什么东西 一个数字文件它上面存不存在一个所有权 那么在现在的司法实践基本上认为 或者说至少一个合规的 一个这个NFT的一个发行 它应该是这个权力发制造这个 铸造这个NFT凭证的人 它就应该是有充分版权的 它或者说它资格是版权人 或者说是在授权的条件内 进行这个NFT的铸造 比方说它可能它拿到的授权 它拿到授权只能是两年内的一个版权 两年后它就没有了 那么它在铸造这个NFT的时候 它要在给买家的那个授权里面 它要说清楚 这个地方只有两年的授权 所以的话这个NFT 它作为一个权益凭证 没有问题 现在带来争议的就是 到底证明的是什么权益 这个问题的回答呢 它没法一句话 或者说给一个一刀切的一个答案 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我们具体的交易场景 你具体的这个网上 你到底卖的是什么东西 什么形式 进行交易 等等 就是说你具体卖的是什么东西 完全也就是说 对于这个铸造者 或者卖家来讲 很多主动权是在他手里面的 但主动权在他手里面 问题就是 他要把这个事情先说清楚 所以这个 这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IFT 它为什么能够解决确权问题 而且为什么它能够做的更多 能够做什么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这个IFT还甚至可以实现什么 另外一个功能 举例子来讲啊 所谓的著作权法上啊 我们之前立法的时候 这个修法的时候 最近2000年想引入这个 引入这个权力 叫追续权 什么追续权呢 比方说我是个油画画家 我当时年轻的时候呢 我没有名 我然后呢 我把这个画呢 我画了一幅画 然后把著作权就转让掉了 2000块钱卖掉了 著作权也卖掉了 但是之后呢 可能几年后 我很有名了 十几年后 那么这个画拍卖的话 可以卖个100万了 那么我画家的话 可能我年纪大了之后 创作这个产出 反而不如以前了 那么这个怎么办 有些国家的规定 一个追续权啊 你拍卖产生了增值 可以给原始作者 带来一个好处 那么其实通过区块链 这种IFT这种交易的话 其实都可以不需要 这个所谓的追续权制度 那么我通过区块链 这个IFT权益凭证 铸造的时候 我上面就智能合围 已经规定好了 每次你可以在售 但是你在售的时候呢 你的这个交易 这个收入啊 就是说这个产 这个价格的增加 一定的收益 它会自动的 自动的会分一部分 到我一开始 这个作者的 这个数字钱包里面 那么这个 甚至这只是一个例子 只是一个应用的 数字作品和版权 就是IFT对于版权 如何去利用版权 商业开发这个版权的 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一个例子 最后一小点问题 就是还需不要版权 登记啊 那么刚刚说了 国家的版权 它登记 它是自愿登记制度 它起到的只是一个初步的证明 这个作用 那么如果说通过区块链也好 其他的第三方存证也好 只要能够 以更强的证明力 有它这个可信度 那么它就完全可以不需要做这个国家的这个版权登记的 石教授分析的非常透彻 理解的非常 就是非常 我觉得从这个体现的法学教授这个分析问题的这种层层深入 其实这个问题本身啊 我简要说一下 这个刚才我们管总其实已经 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有各种不同的理解 我们管总提一下他的理解 那么石教授也提了一下 就是我认为您那个理解还非常到 就是这个权力凭证 那么这个权力凭证 我想两点啊 第一点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可追溯 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多的 包括境内外的有一些这个NFT 这个艺术品发行的时候 它已经有了这种应用模式 就是后面的交易 它会不停的给原创的这个作者 初始的发行方不停的给它分红 当然可能越分越少 但始终有一个比例在 那这个是在没有NFT的时候 没有区块链NFT的时候 你在传统的这个模式下 你可以规定 但是操作起来成本很高 对吧 我传统的方法交易 你交易完了 你再去找 那这个很分布的世界各地 对吧 这个维权成本非常高 这是一个 第二个您刚才讲到这个 到底是什么权 我觉得 这个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的理解 就是我们现在讲版权的时候 我们以前看这个唱片 它都说所有的权力都保留 对吧 Good rights reserved 也就是说 只要我没有说给你的 权力都是我的 那么其实在NFT里面 其实我发现它其实也是这种特点 比如说我们想无聊员 包括一些其他的相关的一些产品 它授权你可以打印在杯子上 什么时间打印 打印多少份 以什么方式打印 它授权你这种方式 你就只能用这种方式 其他的没有说的你就不能用 这个那你说它是一个什么方式呢 我觉得第一方面 它肯定是也是一个版权的形式 第二个它可能也是一种商业化的应用 这个时候我觉得没那么重要了 这个你就说 你就有这个权力就可以了 我有这个权力 我就把它打印在杯子上 可以卖出去 卖一百份 OK结束了 这个什么时候发生 你过去不后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实际的业务当中 我们就已经碰到这个问题 当时我们曾经有个客户 他提出来 他说我们可以让用户来下载 我当时就说 我说这个下载不是很简单的 为什么呢 你到哪里下载 下载可以下载多少次 你下载以后 他能不能给别人下载 下载完来后 他能不能自己去发现这个问题 这里问题非常多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 越具体越明确越好 这样的话 后面行驶也不会产生争议 这样的话呢 人家也知道你买了什么 我们在那个权力 这个权力这个说明书里面 包括权力详情里面 他讲清楚 你可以干什么 以什么形式 虽然我们分析这个无聊员 我们发现他讲得很清楚 但实际上他还是有些漏洞的 但是大家都相信 大家不会去当他漏洞 大家都知道 原来这样就可以 对吧 你看我们这个绿地集团去买他 买他以后就可以用在自己的生态上 就可以了 你说他有没有漏洞呢 也有漏洞 但是慢慢的不同的往下 我觉得 总的来说我结合这个沈总和包括小贝 还有那个市总 市教授 我觉得 未来至少可以实现这种低价值的 高频的 这种版权的 或者说其他权益类的一些交易 这个是区块链给我们带来的 一个非常大的好处 没有这个的话 没有区块链的话 我们不可能为了一兰百块钱 跑到韩州 或者跑到华镇 我们两个坐下来谈一下 亲和共 这个不合算 这区块链就可以了 对吧 好的 那我这部展开了 下面呢 我们啊 这个 还有个问题啊 我们请四位嘉宾都来谈谈 就是任何新技术啊 都会带来潜在的风险 我们想请问四位嘉宾 大家都简要谈谈啊 将N5T应用于文化 交易市场 是否存在金融风险 或者说刚才提到的版权纠纷 刚才已经谈到很多版权了 大家也在聊聊 有没有生意的解决方案 那么 呃 我们还是按照 原来那个证据来 还是按照 先说小背过来 怎么样 对 管总 管总在了 管总是不是下线了 呃 管总不在的话 我们就请那个 石总 拦解 蓝姐来谈谈 蓝姐 这样吗 对 好的 对 对 其实在中国 在整个NFT或者数字产品的应用中间 最重要的一点 大家要避免的 就是把它跟这种炒作连接在一起 所以我我经常会跟不管是合作伙伴还是这个媒体会说整个NFT有三重价值 一个是它的内涵价值就是比如说它的创作者是谁艺术家是谁发行方式谁发行了多少份然后他的本身艺术审美的价值怎么样是不是值得收藏这些都是它的内涵价值 第二重是它的公用性的价值或者是它的外延价值 我们在国外我们经常讲utilities 在中国在数藏界他们会叫它富能啊那如果我们把它跟品牌营销联系在一起非常典型的应用场景就是跟一些会员权益啊VIP权益啊 或者是我们实体经济的这些销售啊联系在一起第三重价值是它的交易价值然后这个就比较容易带来一些金融炒作的风险 所以我们是更看好NFT的内涵和外延价值在中国的发展 我们也觉得从业者如果从这两个角度去发力的话呢 其实数藏或者是NFTNFR在中国完全是可以非常健康的发展的 就是最大的一个风险就是要避免进行过度化的金融炒作 然后只是草小图片背后并没有一些真正实体实际的权益 它也没有真正的一个价值的支撑 那这个肯定是不可持续的 因为这个最终造成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就会变成一个旁视 没有新的资金进来的话 原来的那个池子就无以为继 为什么中国市场 数藏市场到下半年变得这么乱 就是因为有大量的没有任何实际价值支撑的小图片被乱炒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行业能够经过一轮洗牌 然后把这些劣币给驱逐出去 然后让真正的好的竞争者给留下来 那在这个过程中间 在文化交易市场呢 我觉得尤其是就是我们现在 其实精神消费 精神的这个食粮都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那我们怎么样让文化市场变得更加繁荣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让创作者得到回报 而且是得到直接的回报 这个无疑我们区块链技术 NFT技术是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的 也就是说在大家说在web3的时代中间是创作者经济真正可以弘扬了一个时代也是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是觉得说把那个风险的底线给守好的话 在文化交易市场会发挥很大的一个作用 谢谢张律师 讲得非常好 就是如果能够结合实际经济解决这种问题 其实这个自然而然就合规了 如果说你让人家用户买了以后 也不知道买了干啥 就等待下一次卖给别人 那这种这种市场就是会风险很高的 有没有什么人来聊聊 对那个这样就说 我觉得就是任何的这种资产吧 就是只要存在这样的集中化的交易 它一定会有金融风险的 就是就包括就是说我们说 二手的这种交易平台实际上本质上也会存在这样的金融风险 所以说他们也对这种集中化的任何的交易平台 就目前金融管理部门对任何的集中化的交易平台 都有相应的这个管理的职能 那么我认为呢 其实版权交易肯定是需要在一个 就是一个叫持牌或者叫授权的 这么一个交易场所里面进行会更合理一些 那么但是目前其实各种这种形态 就是说不管是发行也好 或者是二次交易也好也都存在 但是我觉得就是后期肯定会把它逐步的完善 但是为什么说在现在这个阶段 其实版权交易 数字版权的这样的一个交易 没有办法很好的完善呢 就是因为其实它是关系到这个版权本身 就是NFT这个资产本身所代表的一个 背后的一个内容和主管部门 背后的一个权益和主管部门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谈 一直刚才在谈的内容里面就有两样 一个叫数字藏品 一个叫做数字盘权 其实这本身也是不同的两样东西 就是版权可能它的归属是在这个 数字版权的归属会比较明确 应该是在这个中宣宣传部门 对吧 那么数字藏品的这个主管部门可能就会比较不明确 它有可能是如果说我们把它定义为艺术品 那有可能是在文旅口 如果把它定为商品 那有可能是在商务口 这个就会比较困难 所以说我们也在就是跟相关的这个主管部门 就是国家的这些主管部门进行这样的一些尝试和合作沟通 就是我们先去把一些很这个基本的一些框架性的东西先明确 就是这类的这个NFT属于数字艺术品 那么这个数字艺术品呢可能是归于文旅口去进行管理 那么文旅口呢就会出相应的这个指导政策 然后再去指导我们的这个相应的交易场所的交易行为 那么这个是我们也在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从上到下的这么一个设计 来进行对这样一个市场的一个规范和推进 我大致就先分享这些吧 好的 不错 这个思路 有种分页监管的这个思路 市场的时候您来谈谈 关于这个金融风险 板前交纠分等等 不仅是NFT 你NFT运用和元宇宙 和这个所谓的这个虚拟货币问题 我们从国家监管角度 从主权国家角度来讲 从法律构建角度来讲 首先考虑的就是金融风险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是土地房产有形财产的话 它虚假交易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如果有价称券的话 股票这种它可能要高很多 那么虚拟货币呢 它那更高的没边了 所以就为什么这个这个代币啊 这个虚拟货币在我国 我们是哪怕现在大多数国家 虽然说像香港有些地方 它希望把它这个 怎么样纳入到阳光之下啊 但是这个不可控啊 对金融这个系统的冲击 就是非常严肃的 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 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的话呢 因为这个其实这个问题 今天不讨论 但其实它去 这个就因为这个问题的存在 导致了今天NFT 所有数字藏品市场 在我国这个所有的现实 和所有的困境 都可能很大部分是 因于这个金融监管制度 没法跟上 那么好 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的话 先来说这个 其他风险 版权风险 其他的法律风险啊 那刚刚我们 这个沈总提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 在传统的情况下 你去买一本书 或者买一本这个一张DVD啊 电影回来看 它不存在一个数字交易问题 那不是个数字交易 那就是一个有型商品的交易 对不对 你买一本书 你跟版权没有任何关系 你买一本书 你买家跟版权没有任何关系 你买一幅画 你跟版权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在数字环境下 在数字环境下 你使用这些作品 你就必然的 你可能要落入你的这些行 为什么回到前面的问题 为什么跟版权没有关系 因为你买一本书回来看 那么你所为的任何行为 都没有落入到 著作权人的 专有权的控制范围 你不需要实施 著作权法规定 所限制的任何一个行为 你就可以很有效的 可以实现你去阅读 欣赏这本书 这个作品的这个目的 但是在互联网环境下 数字环境下 这个是你 已经是不可能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互联网环境下 你要欣赏一个作品 你必然是很大程度上 基本上你要 要制作一个复制件 哪怕是临时复制件 第二你要跟朋友分享 放到微信朋友圈上 那么就行 又有信息网络传播 所以你复制 和信息网络传播 或者如果说 这个图片 还可能公开展览 等等等等 你任何一个 在数字环境下 去欣赏一个作品的行为 都可能落入到 或者是肯定落入到 著作权法的调整的 对象这个行为里面 这就会带来 接下来这个问题 就是刚刚说的 这个神总提到这个问题 讲的是什么 有个说法叫什么 数字版权交易 那么任何一个在互联网上面 任何一个对终端消费者 任何一个这个使用销售 它其实都涉及到一个版权的许可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说 这个我们叫数字版权交易 哪怕是一个分销平台 它其实是某种意义上来讲 它其实也就是在进行版权交易 传统环境下我们是你消费者 你买一本书 你是不存在版权交易 那个交易跟版权没有关系 但是在数字时代 这个它是跟每一个交易 它都是个版权交易 从这个角度来讲 好 说到法律风险的话 从三个角度来说 第一 从IFT的制造者角度 你铸造者角度 这个法律风险就是什么呢 你要保证你有完整的铸作权授权 你在铸作权授权条件下面 实施一系列行为 这是第一 那么你通过IFT铸造也好 还是智能合约设定也好 访问条件设计也好 等等 你全部都要在你的铸作权的 这个授权条件内 范围内 这是第一 第二 从NFT买家的角度 你NFT买家 你买了一个NFT数字藏品 你能干什么 这个刚刚张丁律说 要说清楚 但是很多情况下 是那个卖家 他自管他说不清楚 他到底卖给 他只是说 我卖给你的话 你就可以干这些事情 但是他到底授权了什么内容 这个什么权授权给 给这个买方 其实很多时候 他是不清楚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对于买家 那么就要 这个多掌心眼了 就是说 这个我买到的 到底是什么 仔细阅读一下 他NFT这个售卖方呢 他这个所有的这个说明文档 或者说这个 关于售卖的条件 和授权条件等等 对于买家来讲 买去之后 所谓的这些数字仓品 他买去之后 他买去的是什么 正常情况下 传统情况下 买一本书这种 你没有买到任何版权 但是在互联网 这种条件下 在NFT这种条件下 你很可能买到的是个版权 但这个版权的权利 内容是很丰富的 而且他都是可以 这个逐项限定的 那么你买去之后 你的行为 一定要在什么 一定要在这个授权条件下面 还是你买来的 这个授权条件下面 这个为这些行为 比方说能不能放在 这个朋友圈里面 这个公众号上 能不能 我出本试集 我能不能放到 我试集里面 等等 这是第三点的话 就是NFT平台的法律风险 这其实是最多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 就现在出现了 包括我们杭州互联网法院的 这个所谓的NFT第一案 最大的核心的法律正义焦点 就是这个平台 NFT平台 它到底应该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那么这个平台 国外有说 它叫什么 一个platform 一个平台 但也有称为marketplace 它是个交易场所 那么到底是个平台 还是个交易场所 那么如果互联平台经济 所有平台都是提供一个交易场所 这广义上来讲没问题的 但是它NFT 它有不同于一般的平台 不同于比方说我这个分享一个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分享平台 或者这个淘宝这种电商交易平台 它跟这个平台又不一样 这个就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对于所谓的 现在的这个法律框架下面 对于所有这些网络行为 网络交易的人规计的时候 就是说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区分 就是什么对于平台来讲 就是这个叫做ICP和ISP的区分 就是互联网内容提供商 还是说你是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互联网内容提供商 还是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区分 导致他最终承担责任的时候 法律逻辑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但是呢如果说在在我们现在 这个民法典和这个 包括电子商务法下面啊 对这个互联网平台提供者的责任 相对也经过着一二十年的 立法和司法实践 他应该说是比较清楚了 比较清楚了 但是现在在NFT平台上面 这带来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种NFT平台 他是不是一般的 这种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他跟这个一个淘宝 对吧 他跟这个网上的一个 视频分享平台 YouTube或者这种 这种他有没有区别 如果说他作为一般的 这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话 那么他这个责任的话 那么就是基本逻辑 他承担责任就是他有可规则性 就是他要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这个平台上发生了侵权行为 但是呢他待遇行使他的一些 比方说去阻止啊 或者说这个减少他的这个损害后果啊 等等 但是根据我们前面这些介绍啊 又很明显可以感受到 这个NFT平台 他的控制力也好 还是说他在整个商业模式上 分这个 整个交易过程当中 他的这个利益分享的模式也好 还是说他这个 整个在整个这个交易也好 商业模式当中所处的整个地位也好 这整个参业链当中 交易链条当中所处的这个地位也好 他 作用远远不止一般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那个作用 也就是说在整个交易当中 这个NFT平台 他的法律责任 他应该要比一般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至少要 要严格一些 要重一些 那么这从法律书以来讲 从我们这个杭州互联网法院的这个NFT第1案 给出这个解决是很清晰的 就是这种 这种NFT这种平台 他即使作为一个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就RSP 他也应当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 你要确保所有的铸造 并且销售的这些版权内容 他都是合规的合法的 你要清权的话 那么基本上认为 你这个在很大程度上 你是没有尽到注意义务的 那么接下来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就是什么呢 这种另外一种这个解释就是 或者问题问就是 他到底是不是个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还是说他应该是作为其他一个特殊的主体进行监管 进行法律规制 比方说如果说啊 他就是个权益凭证的颁发机构的话 比方说房产交易中心 对吧 股票交易中心 你的股票交易凭证的话 上面信息尽在错误 那么你股票交易中心 你说你没事 这是他们自个儿写的 跟我交易中心没关系 对吧 包括房产交易中心也是 登记中心也是 你买家卖家 他自个儿说写了 这个登记哪个房子是谁的 然后说跟我交易中心 真实性我不负责 这肯定不行的嘛 是不是 所以对于总不管哪种解释啊 不管哪种解释 那么在现行法和司法实际当中 NFT的平台 他的法律责任肯定是要逐步夯实的 那么具体的 按照现在的这个法律逻辑就是 他要承担一个更高的注意义务 但是高到什么程度 那么这就是有赖于司法实际的个案当中的判断 但是呢 这会带来什么呢 对我们整个行业来讲 其实是有一个什么 尤其这些NFT交易场所 交易平台 他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法律风险 法律不确定性的 本身法律 这刚刚说的各种应用场景下 他法律 可能社交法律本身就比较复杂 第二的话呢 这个即使你清楚了 那么在现行法律本身 他可能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所以这个要求什么呢 NFT平台啊 他在构建资格商业模式的时候 一定要仔细的跟这些这个法律 懂法律的或者法律专家或者律师 能够很好的跟商业模式 跟这个法律架构 能够同步进行去构建 不是说很好的一个主意 很有想象的一个商业模式 商业应用场景 最后出来之后就走到头 他在法律上面 他是一个一条死路 甚至最后产生了很大的这个法律问题 那就那就那就很非常不好了 这就是我回答的这个问题 好的 市教授分析的非常全面啊 管总回来了吗 小辈 我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我们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啊 就第五个问题 刚才听到了 对就是将NFT应用于文化交易市场 是否存在金融风险 或者是版约纠纷的这个风险 有没有应对方案 要不你来聊两句 我那个简单说一下吧 因为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我们跟品牌客户聊的也挺多的 就是我讲 就是从我自己个人观点来讲的话呢 今天我们讲的 就是我们看到web3.0 web3.0的那个元宇宙相关的 这个今天的应用 就是相比之前品牌一些 线上数字营销的一些个 就是传统应用来讲的话呢 就是我自己理解 它从那个空间上的差异 并不是很大的 反倒是现在整个元宇宙世界上面的话呢 它以一个永续性 以及它的这个本身 它作为一个经济体的存在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它的一个神奇之处 或者说它其实是今天这个元宇宙概念 和以前的那些个数字营销空间的概念 它上面的一个本质不同 然后呢 今天的确是说 那个从过去这一年来看的话 一年多来看的话 我们也看到是说 就是国家也在推出各种各样的 就是完善法律法规吧 然后去规避其中的一些金融风险 我觉得呢 是说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自己的理解呢 是说就是 我们从实际操作层面的话 我们就守好自己的底线 因为从中国国情来讲的话呢 我们目前所有的元宇宙的应用 还是在品牌自由的一个经济体的一个应用上 也就是说我今天所有的东西 其实都是基于一些品牌积分的 然后呢 我今天基于一些积分 然后积分的一些应用 以及积分的一些脸通 然后在这个应用场景里面的话呢 我相信它整个的这个应用场景本身 也是非常的广泛的 而且它又是能够非常好的去赋能我们的实体经济的 这个是我自己对于这个金融方面的一些个理解 另外的话 第二个是什么 版权纠纷 对 版权纠纷 对 因为版权纠纷的话 就是刚刚其实 是老师讲的很多 就是 其实也是让我学习了很多 就是 就是这个 这段时间以来 就是就着所有的跟版权相关的一些交易的应用吧 因为我自己觉得说看到整个行业来讲的话呢 也基本上每两个月就有一个新的迭代 包括是说我今天版权行业的一些一个 基于区块链的一些深度的应用 也是越来越广泛了 总之呢 就是从我自己个人来讲的话呢 我看到的是说 其实中国的消费者 他在今天这个整个区块链的应用 这个环境里面的话呢 其实是推动了中国消费者 他对于版权的这个理解越来越深 而且呢 是说不管是品牌也好 然后呢 就是 消费者也好 他们对于版权的这个理解 以及他的关注度 以及他的那个保护意识是越来越深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我感觉这是区块链本身 区块链技术它本身 它贡献的一个时代价值 然后基于这个时代价值的话呢 就是刚刚像那个 施老师包括是说那个张律师之前 我们也沟通的挺多的嘛 就是今天我们先在 版权保护的一些实操场景像 我们尽可能的就是把我们所有的一些 确权的一些描述能够写得尽可能精准一点 基于我们今天的一些应用场景 能够描述的尽量细致一点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过程当中 我们的一些应对 然后后续的话呢 可能也就是结合我们更多的一些应用场景 以及技术的一些结合 然后去做一些个就是深度应用就好了 但是我自己觉得是说 就是不管怎么样说 就是今天区块链技术对于整个创作者 精进的这个赋能啊 就是技术和业务的一些深度结合的这个应用 我其实个人还是非常期待的 嗯 好的 我简要的说一下 刚才沈总啊 包括小薇啊 还有世教授啊 包括我们蓝姐 我讲几个 去分享几个观点 我不展开啊 就首先第一个 刚才我们沈总讲到 各种不同的主管部门 分业监管等这个问题啊 但是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 这种分业监管 它是在我们传统互联网条件下 平台模式 平台模式 它是批发的形式来做 那么那当然了 你经营 你经营文化产品 你经营艺术品 当然你要获得牌照 否则怎么监管你呢 对吧 但是我们在之前 讲这个 这个区块链和O5G 来促进版权交易的时候 我们也想到了 就说 它是有利于零售教育 对吧 比如说我们在 在今天在会议室的每一个人 我写了一首诗 我就是通过O5G 比如世教授 他可能觉得很好 他就可能买过去 我举个例子 那你说我是经营性的行为吗 我觉得应该不算 你能不能邀请我来 要获得这个 互联网文化产品的牌照吗 这好像不太合适 你说我们世教授 他是大学教授 他不是照顾做这个平台的 但他有很多 这个内容 那么他就是 以后在假如这个平台 封重成熟的情况下 他把他自己的内容 通过很多OOP的形式去发行 你要求世教授去获得牌照吗 我觉得这好像也不太合理 而我只是提供一个思考 这是我觉得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刚才我们世教授提到 关于那个平台的问题 平台 分为我的理解是 技术服务商和那个内容提供商 这两种 如果是内容提供商 当然了 他对你 你就提供内容的 当然你要对你的内容负责了 对吧 但是刚才我们世教授也提到 就是他这个marketplace的这个概念 我只是提供一个这个基础设施 然后比如说 我们沈总和小贝 两个人搞了一个平台 我们大家都在这个平台上 发自己的内容 那要他们两个 为我们这个内容负责 当然有些情况下可以 但是你说 这个好像有的时候 也有点免得其难 那么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结合 刚才我们世教授提到 这个韩州互联网的第一案 还有另外一个案例 我到时候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就是有一个平台 它是通过油气的形式 去让很多这种明星 这个人物 头像和语言 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虚拟数字人 然后这个虚拟数字人 来跟自己聊天 当时的法院也来判断 这个平台到底是技术提供商 还是内容提供商 那么 我印象中法院是这么判断的 他说所有的用户都在参与 构建这个虚拟数字人 但是所有的用户 他都不能独立的获得自己的产品 是你平台通过技术手段 把他们撮合在一起 比如说我们世教授是一个明星 我们都很喜欢跟世教授聊天 但我们不可能每天都要聊天 我们弄成了一个数字人的形式 那我就跟他聊天 实际上 现在已经有这个人工智能的形式 聊起来 真的跟世教授聊没什么区别 你也不知道 比如说到底是真的假的 但是这个数字人 他的形成 是我们所有的用户 共同作用的结果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们认为 法院就认为 他是内容提供商 那么反过来他说 如果我们每个用户 都自己做一个数字人 然后呢 其他用户都可以用这个数字人 来进行使用 进行一种细合 包括交易 那这个就是一个市场平台 那么你要 这个平台要为每个用户 做成的数字人要负责 好像这个也有点明为其难 当然我们这只是交流 这个确实是承担法律 责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分界点 我觉得这里面越来越多 这个AI创造内容的这个形式出现 这里面其实有的时候很难完全分开 这个后面我们可以 如果有时间可以继续进一步交流 最后再讲一点 就是说是提到这个关于虚拟货币的这个问题 我们国家我觉得迟早 他可能应该会建立一个完善的这个体制 监管体系 针对我们现在 因为我们央行现在已经提到了 这个比特币和这个以太法 我们在构建数字人民币的时候 他也央行的官员已经讲到这两种 数字货币 但是未来我们是不是 把他们纳入到监管体系当中 当然了 都是所有的 他肯定是一些可信的 就刚才市角上提到的 你这种空气币 或关系发动 那肯定那就当作诈骗来处理 但是有一些共识程度比较高的 那是不是可以把它纳入进来 因为我们在2013年17年到现在 我们可以认为 这个央行的这个几部位的文件 都认为它是一个 悉尼数字商品 悉尼商品 对吧 当然了 很多人也说 它不是个严谨的法律定义 但是至少 它一定程度上 它是包括很多案例 它也承认了 它是一个具有财产权等等 今天我们也不展开 我觉得 为什么我们会谈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国内的这个数字产品的交易 它都是通过 这个点对点的交易 它不是通过智能合约的交易 如果要通过智能合约 它并然要用到供链的那种 或者说联盟链 当然也可以用数字代币 或者怎么样 那这个就产生一个监管的问题 其实通过智能合约 如果纳入到这个数字人民币 可能反而对用户来说 它的风险会降低 这个当然是从学术讨论 对吧 你现在为什么欧洲是NFT交易 我要通过神总来交易 我要跟市教育交易 我要通过神总 那你说我的风险很高了 对吧 我也怕你不给钱 我也怕他不给NFT等等 如果我通过智能合约 那是不是就一下大家看得见 对吧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 很多这样的一个交易模式 好的 我觉得这个很多的点 都值得我们 这个一点一点的 可以展开来讨论 那么下面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最后一个 带有一个总结性的问题 这个问题比较大 NFT将如何推动 中国文化交易 走向全球 这个话题很大 看一下 要不还是从小妹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 显而易见的问题 这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我自己觉得是这样 国内和国外的 到今天为止 我自己看到 国内跟国外 它整个的NFT的市场 NFT和NFT的市场 其实已经非常清晰地 走出了两个路径 国内的话 肯定就是赋能实体经济 我们自己的理解 然后从海外来讲的话 因为的确是 我们从今天 就整个个海外市场的 一些个现有的发展趋势 包括是说 国内的一些个 主要一些部委的一些动作 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 是说 其实今天的NFT的 这个技术应用 然后对于中国文化出海 它其实价值是非常大的 我自己是这样觉得的 然后的话呢 我们其实也看到说 其实有很多央企啦 包括是说一些大型的企业 都已经在布局 像新加坡和香港市场 然后香港跟新加坡 目前也在完善 他们所有的这个数字 货币相关的一些个立法 所以我自己 在这方面的话呢 我觉得可能我们持续关注吧 可能这个真的是会一个 是一个比较大的机会 然后对于中国的 这个文化出海和文化自信 小贝是一个全球性的眼观 对吧 这个视野是非常宏括的 这个非常好 那么蓝姐来说说 蓝姐您看怎么看 这个文化市场 走向全球的这个问题 对对 其实现在整个全球市场 大家说是在一个 逆全球化的时代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我们再提文化走向全球 它的重要性反而是更加的重要 因为不管是整个世界 政治局势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局势 怎么变动 如果还是有民间的文化交流 然后有更多的文化之间的理解的话 我相信对于很多事情 包括和平的推动 都是有很重要 很长远意义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觉得技术企的力量 其实是非常重大的 因为在没有 我们现在在讨论的这些 源于做NFT区块链技术的前提之下 文化出海可能相对来说 是非常依赖于 我们的人要到海外去做一些交流 或者是非常依赖于 其他一些传统的手段 但是现在的话 我们可以用更多新兴的方式 然后在整个人类文化 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间 有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谜音 或者叫谜音 谜的这个现象 就是大家会有一种流行的文化 快速地传播出去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 把中国的文化 跟现在这些时尚的潮流 跟最新的这些技术 联动在一起 来推动很多新的文化 谜音的传播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 事半功倍的事情 然后尤其是对年轻人而言 因为我们在从事的这个事业 很大的一部分程度 是面向未来和面向年轻人的 他们接受新兴事物的方式 是比我们上几代人 会更加的快 然后他们也可以更快速地 用全球年轻人都喜欢的 这种语言和表达方式 来创作内容 来传播内容 那这个我觉得是可以 尤其是面向 我们的这些年轻人 帮助他们掌握新的新兴的技术 然后用这些新兴的技术 去推动更多的传播 举个例子吧 刚才讲的比较抽象 举个例子 大家很容易理解 就像游戏是 也是现在中国文化出海 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我们的很多游戏 包括米哈游的原神 这些在海外 都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 那在其实在游戏中 你也是可以看到很多中国文化的因素 不管是它的皮肤 还是故事情节 还是人物形象的设定 还是背后的一些文化价值观的因素 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再比如说 就是像文学 动画 电影 绘画 这样的一些 如果我们还是用很传统的那些方式 来推我们的老八股的话 海外的年轻人其实也很难接受 但现在如果能够把它跟新的 我们NFT所创作的这些 元宇宙中间的 不管大家现在在做一些炼油 或者是一些新的跟技术相结合的 一种科技变现的方式 然后就能推动很多全世界各地的年轻人 大家合起来 在共同贡献这个项目 我身边就有很多合作伙伴 他们所创立的团队 并不极限于一个地方的团队 它的团队其实是遍布全球各地的 然后因为大家对所创作的这些内容和技术 都有共同的热情 就因为这些共同热情 哪怕从来都没有见过面 也可以在一起创造出一些 新的很好玩的东西来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它的正面的意义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正面的意义 更多的跟政府跟监管部门去沟通 也能够让他们在这理解 就是因为现在大家讲到 元宇宙讲到那个区块链 或者是加密世界的时候 还是有很多误区和误解的 那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正面的价值和意义 更多的去沟通 并且能创造出更多的一些优秀的 优良的案例出来 我相信整个发展的速度会更快 我就分享这些 蓝姐讲得非常详实 生动 结合很多例子 其实我们现在中国的文化资源 博大精神 非常多几千年文化 而且非常很多优秀的文化 它是不自觉的体现在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意识里面 它会把它用到各种的文化创作里面 我觉得这是自然而然的 我们要有这个文化自信 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技术平台 确实已经跨国界了 就大家聚在一个社区里面 在一个链上 在一个大的一个项目团队或怎么样的 其实大家自然而然就很容易聚集到全全球的国际性的这种团队 这种社区 那么这种文化的传播就自然而然的 就过去你要从认识一个国外的人很难的 但现在你随便上网 随便到一个技术社区 或者到一个这个社区 但是很容易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确实 这是一种客观的趋势 好 那么沈总 你来谈谈 关于这个文化市场 好 谢谢 我就是从一个链上的角度 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聚焦 我就是认为把这个问题 看作是一个文化NFT的一个出海的这么一个问题 就传播到海外的这么一个问题 其实现在就是说 之前去年来说 就是NFT一直是从海外往国内去传输 就是各种这样的一个海外的这种文化的一些 一些作品和元素 那么我觉得呢 就是就正向那个数字人民币 是我们中国货币出海的一个利器 文化的NFT呢 我认为就是我们这个中国文化出海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利器和工具 那么通过这个文化NFT的这个 对于整个文化旅游产业的 包括我们一些传统的一些文化的挖掘 激活 再创造再到进行出海 我认为这是一个 未来发展一个必然的一个方向和趋势 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是我们目前中国的NFT的底层基础设施 其实是不像国外的供链 它具有一个普遍的全球性的共识 这是我们中国文化NFT出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痛点的问题 所以说就像那个现在我们大量的这个国外的那些NFT的那些资产 但是在以太坊上 但是在国内它其实没有办法进行通过以太坊来进行使用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认为就是未来一定会出现一个国家背书的 或者是国家主导的这么一个文化产业的一个区块链的这么一个基础设施 这么一个体系 所以说其实正因为是这样一个判断 我们林树科技作为一个区块链公司 也在跟我们的那个相应的这个文化的主管部门进行这样的一个探索 未来就会形成这么一个从顶层设计到各个省各个市 这样的一些这个这个从基础设施的搭建 再到我们说内容的一个创作 再到这个文化出海的这套体系就会逐步的完善 我们要让就是全球对中国的这个文化NFT有一个认同和认知 就是不会像那些 因为现在其实整个市场上来说 大多数的我们说NFT都是在一些商业公司里面 其实包括像蚂蚁等等 像我们林树科技等等 就是其实都是一个商业公司 其实商业公司我认为 对文化出海可能还是 就文化NFT的这么一个出海 可能还是会有相当的一个障碍的 我们是需要全球的那些用户能够认知我们这个 在认可在我们这条链上登记的这些资产 所以说我们会通过就是我们的技术去赋能政府 来打造这么一套体系 来实现我们这个文化NFT的这样的一个出海的这么一条路 好谢谢就得到这里 好的 这个我们上海的数字经济时速规划已经提到了 要通过NFT让这个IP全球去流通 这可以看看到时候后面怎么操作 好我们最后请施教授我们来谈谈 关于文化市场 前面几个专家说的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是肯定的 但是呢呃为什么我有两个理解啊 第一呃其实传互联网出现之后 他其实就已经使得我们中国文化能够更 广阔的走到这个全球视野全球这个消费者全球的观众那里 包括比方说那什么今天很流行的李子柒的那个自己拍的视频是吧 在YouTube上面点击量那么大啊就互联网的出现啊他已经提供了这么一个可能性了 那么这个NFT或者说元宇宙他跟传统的这个现在这个互联网提供的机会 带来机会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那这个可能是我们需要这个思考的地方 嗯 为什么他能够提供这个推动中国文化更好的走向市场 因为跟传统互联网呃实现的是原理差不多 他就是这个去中心化的 他不需要传媒中继啊呃不需要一个出版商一个发行商啊来把这个文化产品呃销售到消费者当中 嗯通过互联网所有的全世界的互联网的用户都可以获得这个这个作品这个内容呃这个文化产品 但是呢在这个FT或者元宇宙这个问题上面呢 刚刚沈总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要想做的更好那必然要求一个什么要有个全球相对统一的技术标准或者一个技术共识 就是这个链上面的这个资产的权益确权和流通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流通进行认可 这必然要求呃呃我们这个所有现在这些区块链他要能够某种意义上来讲他能够跨链的进行呃交也好还是流通也好呃 要一个全球的技术共识这个技术共识可能不知道多少年内能实现但是我觉得他会是一个趋势 当然了他会有各国家的博弈啊这肯定是的啊每个国家政府都想把这个掌握在资格手中但是这肯定但是掌握在某一个政府手中 这个全球的这个链的话肯定是难以实现的啊这是肯定的呃但是也不可能让他掌握在某个公司手中比如说Facebook他之前想要搞的那个是吧那个那个代币 那走连美国自个都害怕都不让他搞是不是啊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他为什么可以啊因为他跟传统互联网一样他提供的是一个去传统的媒界传媒中介的这么一个传播这个模式 或者传播的范式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很明显呃尤其是在区块链或者说NFT或者元宇宙这么一个未来的这个所谓的下一代互联网这个逻辑上所谓的刚刚有专家也提到了这个有些人认为他叫做呃这个价值互联啊就是每个用户创造内容创造价值价值可以在区块链或者元宇宙上进行流通啊也就是说呃价值的 创造者他可以直接的把这个价值呃交易给下游那么这就是一对一的交易那么这个交易的实现呃那么在这个户刚刚说的这个NFT他这个技术条件支持下他是完全可以实现这一点当然了要链上要打通或者说在某个链上面 那么这他这种交易的话除了我们前面已经解释过的NFT他为什么能够解决传统的版权作品交易上的痛点和传统的互联网环境下数字资产的交易的痛点啊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原因比方说他实质性的降低了交易成本啊尤其是缔约成本啊因为他不需要在通过哎哪怕李子柒的这个一个短视频放到YouTube上面 有其他的这个使用者他想要把这个短视频放到其他他的一个什么作品当中进行传播二次创作等等他可能他需要去找李子柒授权但是这个受交易这个成本缔约成本可能是很高的但是呢通过NFT啊等等啊这些可能他这个交易成本可以实质性的降低甚至他不存在交易成本了另外的话在这种条有了由于有了如果跨链的这种NFT啊 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解决传统交易当中另外一个比方说语言障碍市场障碍等等因为在这个大统一的这个市场上面全球的这么大统一的市场上面他其实讲的就是一个统一的技术交易员他就不存在任何交易上和缔约上的这个交流上的障碍 所以的话就从这几点来看啊NFT他肯定是可以推动中国文化他更好的走上全球的当然了这也是双向的也就意味着全球文化也会更好的提这个走向我们中国那么这肯定是一个相互交流和互动的一个过程但至于说监管和法律层面上该如何去规计刚刚前面说的他到底是互联网内容服务提供商互联网内容提供商服务提供商技术提供商对于服务提供商来讲 或者互联网上主要这些这些商业的这些玩家来讲的话平台提供者服务提供者来讲的话那么他可能确实处在一个非常不确定的一个法律变革这个前夜 就像刚刚几位专家提到的现在整个法律的监管它是建立在一个中心化的一个监管思路下面的未来元宇宙这种NFT的话他如果去中心化这个监管的话这个该如何实现 能如何做到可控可信能够有利于每个消费者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相信 但这个挑战的话呢我相信就是说在今天因为产业论坛嘛产业论坛的话我觉得光法律学者讨论这些其实是空对空没什么意义的 但是我觉得像今天的产业论坛这种交流讨论啊那个是应该说效果是更好啊也更需要这样的交流 所以我也希望以后啊我们就说法律学者跟我们产业啊能够有更多的这种机会 像这个像今天我们张律师这个提供的这样的我们这个哪怕是线上的这么一个论坛 这是我们科幻这个科幻元宇宙啊提供论坛 我们我们不会的这个在这个指导下啊 呃我觉得我们这个NMT啊已经我记得有一个人是offensea的这个创始人啊 他是说他说NMT他是个跨程序操作跨业务场景能够实现流通 而且能够为实现用户所有啊这个就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啊 那么归未来这个供电的问题 我觉得迟早啊这个我觉得如果是我们最近昨天是前天啊 这个数据基础制度这个意见啊我们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来 他也提出他说要符合这个规律 要符合数据要素的这个发展规律来构建我们的制度 但是这个规律呢现在的差异大家也不知道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靠市场慢慢探索起来 我觉得我们大家在各个方面的产业啊技术啊应用啊 包括数据营销啊等等啊各方面的包括作家啊一起聊聊 会更更加接地气的找到一个呃应用场景能够服务用户 我觉得对很多的问题的共识其实我都能感觉到 其实大家还是有共识的好的 那么今天啊大概有将近两个小时啊 大家这个各受己见 我认为这个思想的火花碰撞还是很激烈的 虽然很多的每一个点展开 其实都是可以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啊 呃希望以后还是有机会 我跟施教授的这个想法是一样的 要更多的交流 就我们这个元宇宙和区块链应用这个 这个领域啊需要各个层面的人啊 技术应用产业 这是我一贯的这个思路 我们呃顾会长也知道的啊 就是我们做沙龙都是希望 不光是法律 也不光是技术 一起来讨论这样才能够把问题讨论更清楚 相互有所启发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嘉宾 这个下午的将近两个小时的这个分享 也是个高度的脑力活动同时又是个思想的盛宴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沙龙就到这里 呃各位再见 谢谢 再见再见 再见再见 啊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